是入門的所以主要都是在module裡面去做一些程式撰寫 其實前面前一段其實基本上還沒有涉及到表單 所以基本上都在module裡面 那頂多就是在module裡面做什麼呢 module裡面 比如說插入什麼插入程序 程序裡面有sup跟function 這兩個我們都有講過 如果有點遺忘的話請回頭再複習一下 那在下一張因為這一部分我們又會加入那個表單的部分 所以然後程式撰寫的位置又不太一樣 剛剛那個同學問到說這個this workbook打開來其實不是打開module 他是打開自己的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基本上程式撰寫就是他自己的 跟module跟模組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程式撰寫的地方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就是他自己的 然後表單有表單的程式撰寫 像我們剛剛 Hong有沒有點兩下呢 他跳出來的基本上這個地方跟模組無關 他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 表單裡面 表單本身 又包含 他的畫面 就是UI界面 跟程式部分 有兩個部分 也就是說呢 你程式有的部分會寫在這裡 有的部分會寫在這裡 有的部分會寫在這裡 好 所以個別有個別的用途啦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分這麼多地方 那 什麼地方應該放那個 放在模組 什麼地方應該放表單呢 基本上因為表單你可能現在就一個嘛 所以呢 如果說你現在有好多個表單 那好多個表單裡面會共用到的程式嘛 的話 程式的部分共用全部一起共用的話 就會放在模組裡面 因為模組有點像我大家共用的一個區域 那我程式有些大家都會用到的話 那我就寫在模組裡面 可是呢如果你個別使用 比如說按鈕 按鈕點下去 那我這個程式就是我這個按鈕本身的 程式碼的話 那我就寫在我的表單裡面就好了 OK 所以剛剛的那個 同學比較容易有問題的應該在這裡 那麼你也要來 說個表單